大家好,我是萌萌,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我这一期就是好久没有跟大家聊的 近期的跟我分享,就一些春季的单品 然后这一期就基本上都是春装 但是适合中部地区的小伙伴 就是太热的地方可能也会觉得太多了 太冷的地方像巴黎现在的话 可能还需要穿的再厚一点 4月份之后比较热了 我们可以穿到的这种衣服的类型 第一件就是一个Frankie Shop的棒球外套 这个外套其实是现在如果没有风 巴黎是可以穿的 然后这件外套我觉得比较好看的 是它的整个板型设计 有做一个这种比较宽一点的肩膀 但它不是硬的,是软的 稍稍垂下来一点 oversize的这种感觉,袖子比较长 最好看的是它下板的螺纹 它做的是高腰的,但不至于很高腰 然后前面做了个结构的这种设计 它这个高度我觉得就很适合春夏 相比于正常剪裁的棒球外套来说 而且它的里面是有一丢丢加入 不多很薄 所以就蛮适合现在这种10度到20度 天气之间的外套 所以还蛮好看的 那接下来第二件外套是我最近特别喜欢的 一个短款皮质的外套 有经验到 因为它的材质特别的软 因为好多内侧带也是知道那种凉凉的 滑滑的材质 穿上去就感觉好冰 那它是这种软糯 然后比较暖的这种类层 就很舒服的材质 整个版型是这种短款的 也是不至于高到会露肚脐 可以跟高腰的牛仔裤 或者裙子无缝衔接 很适合小个子 然后整个版型是这种副补款的 阔形的袖子 没有特别多其他 无标的设计 传统的皮的话 这里就会有些扣或啥了 前面也会有拉链 就比较多五斤设计 那这个就是全部去除了很繁琐的这种剪裁 只保留了下面这个扣 然后扣起来之后 下面非常宽松的 就很适合春天的时候 搭配这种宽松的毛衣 或者T恤 所以我觉得是一件很百搭 然后我时装之后又把它穿出去过 就觉得是一个很好穿的衣服 外套分享完了之后呢 想跟大家分享一些内大的小套 那这件呢是 The Goyle de Paris 是我还没有到度假的日子 但已经准备好了 度假的衣服 所以时装之后 做完了之后跟男朋友去滑雪 然后其实雪山下面是非常热的 就大概已经有快二十度了 然后我穿这个就完全没有问题 跟黑色的裙子搭配在一块 也很好看 可以到一个春天的这种小小的内大 然后它设计是一种维斯加一个褶 拼接在一块的 最好看的是它袖子旁边这个位置 这种绑带设计就很波西米亚的感觉 后腰阵开了一个很大的叉 就穿了之后就会有一种露了 但是又感觉没露的那种感觉 它很适合想尝试一些露浮感 但是又怕露太多的这个女生 因为它本身看起来 就是一个很正常的短款的小套 它整体棉的质感是偏厚的这种类型 比较有重量感 也有垂坠感 所以穿上了之后 第一不太会透 第二的话 也没有这种质感不好 贴在身上的感觉 它自己可以保持自己的形状 那接下来想跟大家分享的 那也是一件短款的小套 也是Legole de Paris的 这两件就是我当时 在网站上下单的时候 觉得可以分别跟不同的颜色搭在一块 但它们风格又比较类似 这个的黑色针织设计 它有点像米吉尼外面穿的那种罩衫的设计 但它是一个比较短款 所以是个日常上衣 因为是黑色的嘛 所以春天的时候可能会觉得比较闷 然后它就做了一个这种 灵格纹的镂空设计 穿上的话 其实我会感觉内衣会透出来 但同时又有一点呼吸感 而且它这个针织也是材质做的 很有垂直感这样 就是不会飘飘的那种感觉 然后我觉得它的搭配 特别适合夏天的时候 跟一些丝缎裙 就我之前跟大家分享过的 我衣处里必备的一种 那种丝缎半裙搭配在一块 或者夏天连衣的那种小裙子 就比如说碎花啊 或者发饰什么都可以 就还蛮适合春夏的一件衣服 我接下来想跟大家分享 这件白色上衣 它就是跟前面两件不一样 前面两件是看起来会透 但实际不会透的 那这件是真的会有一点点 半透的这种蕾丝 整个面料的一件上衣 它虽然是蕾丝 但其实穿上的时候 完全不性感 反而有一种性冷淡的感觉 因为Horse Wheeler 也是一个北欧的品牌 就北欧的品牌 不会出那种很明确的 性感的感觉 它可能是会加一些元素 来增加女性的气息 那这件就是它整个 衬衫打扮是比较长版型的 然后加上收腰 然后整个袖子也是比较收的 这种款式 但做的很长 所以就有一个仙气飘飘的感觉 我觉得穿的话 内衣可以选择 比如说白色小北欣 就反正露出来没有关系 或者像我一样的话 我是会选这个蕾丝 类型的内衣 就是跟它的材质 是看起来差不多的 然后穿在里面 几乎隐形完全看不出来 而且又不会走光 看大家平时内衣 有什么选择来配它 它是一个离形身材 特别友好的衬衫 就是上半身很收 很鲜的这种感觉 然后下半身也是表飘的这种感觉 那说起这个搭配的A字裙呢 就不得不说 同样是Horse Wheeler 这条丝缎的半裙 我觉得它们两个在一块 就是神仙组合 我发现它适合离形 也是因为搭配了这个半裙 这个半裙是一个整体 A字的形状 但它不是喷喷裙的那种A字 它是收身款的A字 就A的同时 不会显得下半身很膨胀 它跟这个白色的上衣 搭配在一块 就已经很完整了 外面随便套一个比较长的 这种风衣啊什么的 就可以出门了 它的材质是有内衬的这种设计 本身的材质就比 真丝的裙子要厚的同时 又加一个内衬 就会因为静电或者风 就贴在身上 它可以保持自己的形状 所以我觉得对于离形身材 想要给自己的身心 有一个修饰的小伙伴来说 这种裙子是更好的选择 接下来呢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我现在身上的这一件内搭 这件内搭是我最近发现的一个 宝藏北欧品牌 特别小众 叫Soft Gold 设计全部都是Cashmere 就是材质特别特别的舒服 是因为有很多Cashmere的 这款式或者品牌 它不会做有设计的这种感觉 它们家是会融入一些这种 小小的设计感在里面的 就比如说这个地方的挖洞 还有我看到它夏天款 有那种小背心 就是它会做一点半高领 然后有一点这样挖下来 会有一些剪裁设计的这种 看是你 北欧的设计 普遍它不会非常过分 所以像这种比较好的材质 想买这种经典款 但又有设计 又不想它那么容易过时的话 还蛮适合找北欧的这种品牌的 然后接下来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我现在身上穿的这个裙子 这件我觉得很好看是惊艳到我了 因为它是芒果的 因为筷子上的衣服很容易踩雷 就有时候好有时候不好 那这条裙子就是没想到 它是这么直顺 然后检材很好的一个裙子 整个H型下来的一个裙子 然后它中间有一个比较高的开叉 就方便这种裙摆走路的设计 它是个西装裙 它整个设计其实是低腰的 但是因为我觉得平常搭配我穿不了那么低腰 所以我就借了一个皮带 让它变成一个中腰的款式 可以跟我其他的外套搭在一块 整个设计正式的情况下又俏皮 就可以跟像我度假的那种上衣搭配在一块 然后也可以跟西装什么搭配在一块 它还有一点特别好的就是打理方面 就我发现它不会皱 在箱子里头压了可能有两三天 然后我才穿它 它一点皱都没有 我都不需要孕 我觉得这个对于大家日常生活来说 可能更友好一点 就是不需要孕 不需要打理 正常洗地就可以 接下来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条红装裤 这条裤子是我在时装周的时候 也是跟ELEM的皮搭配在一块的裤子 我觉得还真的很舒服 因为时装周经常穿衣服就是为了造型感而造型 比如说我VM&VS Wood这些衣服 意义就是更有造型感更有概念感一点 但实际日常的时候肯定不会穿成这个样子 这一套我很喜欢是因为是我自己的衣服 所以我整个这一套穿上的感觉就是那种没有把我自己束缚住 然后它是很舒服比较宽松的这种 这个裤型其实蛮好看的 就挺惊艳我的 因为一般工装裤的话很容易显得腰臀不好看的 就太宽松 或者就整个人很垮 但是这一件腰臀都做得非常合适 因为它的腰臀是比较收的 所以它是从大腿这里才慢慢开始变宽 然后它到下摆脚踝这个地方其实是往里收了一点点 所以不至于像宽裤一样就一下很宽的掉下来 然后显得人比较宽 它就是一个又硬朗又宽松 同时显得人很精神的这么一个手机 然后工装裤的话 在这里有一个壁垒的点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它本身就是要走这种硬朗一点的风格 所以尽量这种厚一点的 它自己就有一个形状的面料是比较好看的 踩直太软了 就是风一吹过来 又有一个腿的形状 其实是不好看的 接下来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鞋子的部分 然后这次的鞋子我才发现 是三双不同设计的玛丽真鞋 一个大女人 小姑娘 有个性的人 就是大家对于玛丽真鞋的印象 是不是就发誓然后甜美 但其实玛丽真鞋可以有很多不同的风格 甚至就是最传统的玛丽真鞋 也可以有不同风格的搭配 首先第一双就是Mongo的这一双 它整个鞋型 这种比较尖锐的 就是鞋底 包括鞋跟的形状 实际上往里说 就很有几何感 然后鞋头是偏长肩的 但是前面做了一个小方头的这么一个设计 就会显得整个脚很长 也就是说会延伸你的腿长的这么一个效果 而且它的鞋跟比较高 所以穿上之后脚背的线条超级好看 让它整个人很优雅 我这种锋利设计的同时 它保留了玛丽真鞋 这两个鞋带扣的设计 就一下让它变得没有那么锋利了 所以我觉得这双鞋还蛮好看的 但是它的鞋跟是高的 算是我最近穿到的比较高的高跟鞋 但也是稳的 就如果能嫁于这种跟高的话 穿这个鞋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搭配上 我觉得就是跟我今天这种西装 然后搭配皮什么的 都可以搭配在一块 甚至甜美的风格 如果能嫁于这种尖头的话 也是可以跟它搭配在一块 那接下来想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传统一面上的这种玛丽真鞋 是Dior的这双 这双是我收到之后觉得 超级喜欢 就没想到上脚很好看的 这么一双玛丽真鞋 它就是一个小方圆头 然后这里也是有一个鞋扣的设计 最好看的是因为它有两个这样的鞋扣 这样看起来就很公主 小巧的感觉 它的鞋跟我也挺喜欢的 低跟 但不至于像芭蕾舞鞋那么低跟 但也没到中跟的程度 就是稍微能让小腿的线条 更好看一点的一个设计 就大家脑中的搭配是什么样的 但我其实最近有get到 玛丽真鞋如何穿成大女人 这期卖个官组 下一期再跟大家分享 这双鞋具体是怎么搭的 那最后一双玛丽真类型的鞋 就是这双特别经典的 MEDOMARILLA的TOP一分纸鞋 作为一个时尚弄潮 我怎么能现在才拥有这双鞋 我才在反思自己 就TOP一鞋可以说是 我周围所有学设计的 以及所有做时尚的 必入的一双鞋子 然后它可以说是 设计行业的工装工作服 因为我之前一直觉得 分纸不会很舒服 所以我就没入 然后这次因为时装周期间 搭配有需要用到它 然后我刚好就想说 可以入一下试试看 然后我发现它还挺好穿的 就鞋底挺软的 它整个鞋面和鞋底都很软 就如果能适应分纸的 这个设计的话 其实它走路走起来 是非常稳的一双鞋 鞋跟这种圆圆的 很厚重的作为一个设计 所以不太会摆脚 比较惊讶到我的是 这个设计居然不会磨出 我脚的水泡 至于搭配方面 我觉得TOP一是 网上非常多图片 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 都可以去找 然后它是可以跟 北欧的那种比较冷淡的风格 日常工作的穿搭搭配在一块 或者也可以跟很有设计感 很elegant的一副搭配在一块 所以我觉得它的搭配可能性 是非常多的 然后我因为觉得它好穿 甚至现在在考虑 要不要入它 大臂的集系学 因为它那个是比较贴腿的设计 我觉得会显得小腿挺长的 现在要春夏了 感觉如果现在入的话 穿的时间不会很长 所以在考虑 这个款式也不会有大折 所以什么时候入都无所谓了 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我身上的这个皮带 这个皮带的设计 就是一个圆口加方形的组合设计 然后头有一点翘起来 整个是摁进去的这种设计 然后它的长度也是可以选的 大家可以给自己的 size来选长度 我选的是70厘米 最短的这个 因为它这样的话 这边就不会多出来 特别多的 比如出来的皮带的量 我在这特别想要重点 给大家分享的 不只是它是基本款 很好搭这一点 关键是我发现了 它居然跟我这个包 可以做一个延长的包 我去年跟大家做包包分享的时候 我没有把这个包作为年度爱用 但它其实非常实用 就后面可以装手机的袋 然后里面的容量也是非常渴的 什么都可以装 什么墨镜 我的小相机 手机 钥匙钱包 全部都可以装在一起 冬天很少背 它的原因 就是因为它只有一个 这种肩带 夜下包的长度 而且我已经调到最长了 就它夏天背的话 这样夜下的长度是很OK的 但如果外套 这个地方稍微宽一点 它就会砍砍 然后我买到这个皮带之后 就会发现 它们两个可以无缝衔接 因为它这个地方也是一个皮带的设计 而且它们两个的带子 差不多宽 所以我就会把它拆下来 先砍一个 在这个皮带上 最后这边可以根据自己需要的长度选皮带扣 因为我自己不需要那么长的肩带 所以我在这个皮带上打了两三个孔 为了适应我把它当肩带用的这么一个长度 然后这样 它就可以完美的跟这个包容融合在一起变成一个肩带 就一物两用 它们的皮带扣都是这种方方的 所以组合在一块背的时候 完全会觉得 这个包本来就是这么设计的 所以我觉得非常好用的一个皮带 如果大家有这个包的话 又想录一个皮带 我觉得这个皮带 这就是这一期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购物分享 我看小伙伴跟我说我最近消失了 然后他们都要过夏天了 一二三月就是巴黎 最不适合出门的日子 就是又春天了 但是又巨冷 然后也不想买新的东西 因为买了也穿不了 所以单品会少一点 就是也是最近觉得 巴黎珠鱼在十度左右了 可以入一些稍微春天一点的单品 就量会比较少 但是都是我觉得特别喜欢 然后很实用的单品 在这分享给大家 那好了 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大家的喜欢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